我女兒說我服侍的對象 很多時是瘋 傻 蠢 傻 傻 我為何會這樣說 我過往時空日子 有群體是福音戒毒的對象 有些是精神病患者 亦是弱智的人士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有一個小朋友 他出生時兩隻腳是繞著 腳是不可以伸開 很痛苦 有個婆婆在她小時候抱著她 每天去診所接受治療 醫治 她婆婆是一個基督徒 為了她的孫子一直來照顧她 照顧她幾年 她的腳可以走 但雖然走得回 原來她是一個輕度弱智的小朋友 後來這個小朋友就大了 在中學就來了我們教會對面一間藥能學校讀書 結果被社工介紹來我教會參加聚會 我邀請她和中學生一同的團契 其實我用了很多時間來跟她生活和她相處 在她中學畢業之後 她雖然叫中學畢業 但她的成績和能力很低 她是在社會找不到工作 其實我用了很多時間來鼓勵她去接受親飲業的訓練 做一些甜品 食物 結果被美申集團請了她做食物工廠的員工 她一做就做了十年 其實在這十年裡其實是很不簡單的 她也有情緒低落 有不開心 又想放棄的日子 但很開心 我經常跟她在一起 在她放棄時 她會跟我去球場看我打球 我有一隊鑑木足球隊 我封了她是我們鑑木足球隊的會長 球迷會的會長 她很好 經常為我們的牧師祈禱 支持我們踢足球 到今天她已經在美申工廠做了剛剛超過十年 因著她信耶穌 因著她有一個活潑的生命 她現在她爸爸媽媽都信了 甚至她婆婆已經忘記了她以前曾經信耶穌 然後帶孫來醫治腳不能走路的疾病 但到了一家人洗禮的時候 她真的醒不過來 說原來我這個孫雖然是弱智 雖然是腳走得不好 但神的恩典沒有離棄我的家庭 我想我們做牧師就很開心 有時真的有些成果 在我們在牧羊的生涯是看得到的 例如我剛才那些瘋 傻 蠢 惡 傻 這些是被社會忽視的群體 很多人未必能花時間來做事 但是我知道神是很愛他們 也在他們生命裏有很多改寫的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